美国总统川普要拼复工救经济 但现在FET鲍尔是不是 演都不演了呢 为什么 鲍尔昨天晚上呢 他对外公开演说 他说到了经济复苏呢 恐怕比期待当中更慢 基本上V转是没有可能了 他甚至说不考虑负利率政策 那不是直接打脸川普吗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了 上一次4月9号呢 他说疫情控制后 美国经济有望强劲反弹 几天前他都还附和着川普 好棒棒 扮演多多的角色 此话一出 立刻拉抬了一波美股 但是昨天他变老实数了 他说基本上V转是没有可能的 结果你看到美股 一开盘之后呢 一路下沙 最后道琼大跌516点 创下5月以来 最糟的单日的走势 NASDAQ一样 他下跌139点 我们才说几天前 他光复了今年3月以来的所有尸土 但是毫不容易光复的 现在又吐回去了吗 这已经最糟了吗 恐怕终点还没有到 我们来看到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他们就已经预估了 今年第一季的商品贸易 较去年第四季已经下跨了3% 而第二季呢 要进一步再下降27% 另外IMF总裁呢 他也说下一个月 也就是6月份很可能进一步要调降全球的经济预测 关于全球经济预测呢 IMF上一次的估计呢 是-3% 那接下来要付到哪里去 还会更惨 我们就看到了 惨要更惨 川普总统意识到了吗 他继续甩锅 川普还要继续闹吗 他继续延长行政命令 一年继续封杀华为跟中芯 我今天请到伟杰到我们来看到的是 现在川普念资在资是美国经济要复苏 而他会是美国经济复苏 反倒是最大的变数吗 好 报道其实在这边看完之后 就想写个惨字 惨惨惨还会再更惨 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昨天晚上的 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 其实在美国的四大指数当中 最强最领先的就是NASDAQ指数 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在NASDAQ指数的部分 是出现了一个指数失增 为什么会失增呢 因为呢这个金牙股的部分的上涨 带动了整个科技板块往上突破 所以呢形成了NASDAQ指数 独强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两天的一个下沙 其实也已经点到了 月线的支撑 那么呢在整个形态上面 短线是出现了一个假突破的形态 接下来只要是跌破月线确定 而且反弹攻不回去 那么这个假突破就确定成立 而确定成立之后呢 回撤低点的机会 就会越来越高 那尤其是在昨天晚上 我们发现到这两个交易日当中 尖牙股的股票的股价呢 在这几天的行情里面 似乎出现一个快速回荡的走势 这个是小时线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帮大家画一个颈线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颈线 也已经出现了一个复合型的一个 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而且也破线了 那所以呢 其实在科技类股破线的发展当中呢 NASDAQ指数呢 要跌破月线的机会 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浓厚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去呢 那我们之前呢 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表现 其实跟1929年的一个条件是 几乎是相当雷同吻合 而且高达90%以上的吻合 为什么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不管是倒牛奶 不管是扑杀了这个猪 扑杀了牛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1929年的一个 经济萧条环境当中 都历历在目 现在重新上演 好那我们来看到 深红色的这一个曲线呢 它就是当时候 1929年的一个崩盘的一个状况 同样从崩盘 从高点往下跌 是跌了大概将近快40个百分点 反弹呢 好强力 50个百分点 那反弹完之后 渐转折 后面呢 是长达了两年的空头走势 而这个两年的空头走势跌幅呢 总共是跌了83个百分点 各位这一波呢 是红色的这一条 红色这条线呢 一样将近快40个百分点的跌幅 然后呢 反弹是利用了将近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反弹也大概四成左右 现在目前我们要抓的就是 转折出现了没 那转折有没有出现 就跟刚刚我们所提到 在NASDA指数非常有关 只要一旦NASDA指数确定转落 假突破出现 那么转折出现 后面可能就是一波 长达两年的空头走势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那刚刚 君强哥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 川普他也开始在进行对FED的压迫 压迫什么 负利率 好啦那现在如果以上个礼拜的交易状况来说 负利率在年底会出现 哇那大家很紧张 虽然昨天晚上鲍尔说负利率我不考虑 但是呢我会利用一切的手段进行疯狂印钞 各位以现在市场上的预估疯狂印钞的结果 你要降息一趴 现在因为已经到了零了啦 他又不要负利率 那他怎么降息 就是印钞票 一直印钞票 那现在市场上预估呢 他要相当于降息一趴的这个效果 要印多少钱 要印3.3兆的美元 要印3.3兆的美元 而且速度要快 否则以目前看起来美元荒 还是持续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会造成金融体系的经营困难 那如果是如此 那告诉各位一件事 美元贬值基本上是势在必行 只要一旦美元出现贬值的走势 代表一件事情 那货币的购买力就会开始下降 就是接下来会进入到通货膨胀的环境 那通货膨胀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货币贬值 那货币本身的价值往下贬了之后呢 本来买东西就会变贵 也就是说 你今天去买这个 20年前的珍珠奶茶 一杯才30块 现在一杯要100块 那种道理 这就是通货膨胀 未来会变成是这样 好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在供需之间出现了 实质上的供不应求 所以造成价格上涨 我们之前讲过 在牛肉跟猪肉的部分 在肉品加工厂关闭的过程当中 农户去铺杀了牛跟铺杀了猪 那铺杀完了之后 造成这个产品的部分 是持续的往下掉 那掉完之后呢 在终端的消费品项 肉品当中 它的价格开始往上飙 不管是牛肉 还是猪肉的加工品 全部都开始往上飙 那么甚至预估呢 到了明年为止 食品 能源 租金 甚至在这个教育 甚至在这个医疗 平均上涨的幅度 会来到4%以上 也就是说明年 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发展下去 明年的美国会进入到 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再加上今年的第一季 是低基期 这个超低基期 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发生 所以对于整个 股市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压力 不管你去进行股市的 任何投资 都会是变成 负利率的一个结构 好 那负利率还会压迫到谁 压迫到金融股 金融股的利差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昨天晚上 我们看到 不管是在摩根大通 不管是在美国银行 还是富国银行 基本上都已经跌破了 这一波反弹的趋势线 也出现了 甚至在富国银行 已经出现了领先破底的发展 这个对于美国银行体系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压力 那么经济的长期衰退 再加上负利率的一个预期 购买力的下降 其实会让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 进入到崩溃的一个发展 好 那既然进入到了崩溃发展 那我们就来说 崩溃会怎么样 现在就变成美国的资产价格 一项一项一项的会进入到 价格清算的行情当中 我们来看上面这张图叫做 购物中心的控制率 已经开始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也就是说企业倒闭 然后购物中心倒闭 然后控制率越来越高 商业不动产的价格开始出现崩盘 我们叫做是大卖空第二集 上一次有看到大卖空华尔街的电影 大卖空第一集 现在大卖空第二集又出现 好 那下面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商业抵押贷款的证券价格指数 各位看一下 在过去高档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股价是往上反弹 没错 可是呢 在商业不动产的这些相关的抵押证券 价格是持续的往下崩盘 价格持续往下崩盘 是近五年来崩盘的幅度最大 所以其实呢 在资产价格一直不断的 在往下修正价格清算的同时 其实会造成全球市场上的一个轮跌 轮跌的一个状况 好 那当然轮跌状况到最后会变成 全面性的起跌 股市也跌 债券市场也跌 那么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就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压力 五月份这个MFCI 也要调降台北股市的一个 这个降频的动作 然后把权重调低 已经是连续第五季 那连续第五季对于大盘来说 可能被动的资金流出 就会超过400亿左右的一个行情 那这一波的台北股市 最主要参与的是谁 最主要参与的是投信 所以呢 现在大家说 这个外冷内热 内支投信的部分 好热 热度很高 可是在外资的部分 根本都没有参与到这一波行情 所以重点就是观察投信的 买卖超的筹码 有没有出现松动 而且最近人发现 这一波买的比一波弱 一开始的这一段 好强 买很多 可是到了这一段反弹的时候 买一点点 到这一段买得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在推升的力道上面 投信已经开始减弱 那再加上关键的10日均线 在今天也有一点点守不太住的一个发展 接下来只要发现到大盘 10日均线是确定跌破 而且是跌破了这个4月初的这个高点 那就代表假突破出现 回撤前波低点的机会就会越来越高 甚至各位发现到接下来投信 如果他的筹码面出现明显的松动 那代表大盘这一波的反弹 就是正式结束 点击半分之一 点击半分之一 到这一步 突然之一 点击半分之一 也可以 现在当下合理所